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扬由全县阳光品格之心 争选活动脱颖而出的品格之心 终身学习楷模及基优社区大学等奖项 其能树立品格典范 彰显学习价值 发扬 知善 乐善 行善精神 行素有品社会 我们彰化县今天进行一个很有意义 也是值得大家来学习的三项的表扬 一个是我们终身学习楷模的表扬 就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我们希望能够建构起一个学习型的社会 大家透过学习让生命更精彩 让生活更充实 同时我们也表扬了基优的社区大学 我们知道社区大学就是提供民众在地学习 能够深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表扬了基优的社区大学 因为我们也表扬了品格之心 针对我们彰化县国中小 在学业 在品德 在礼貌 在做善事方面 优秀的学生我们都给他表扬 其实终身学习就是一个331 331就是每天要30分钟来学习 30分钟来运动 强健体魄 然后每天要做一件善事 来高尚我们的品格 让世界更温暖 让社会更祥和 阳光品格之心争选活动 由全县国中小参加学生中 临选60位代表感恩 孝顺 守法 正义 合作 负责 礼节及信实等品格楷模 并以春夏秋冬之心代表 象征一年四季的品格核心价值 及自我期许 这次很荣幸可以当选彰化县的品格之心 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力量来温暖每一个人 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 都可以付出努力成为一个品格之心 终身学习楷模则自全县民众中 选拔出具有持续学习自我实现 适应变迁突破困难 分享心得激励人心 及创新管道结合资源特质 且能长期实践足为他人表率者 我今天来读习这个表演 我觉得满分的欢迎 但是我是希望跟我同样 这个文化厨可以把握当下 如果来中春学习 我们可以说这对时代对得到 不要在农会施工 可以说这样 和大家在当中学习 这是一种的福气 我们的政府这个德政 我希望所有的英华族 可以来读读学习 我们会从学习当中学到 得到一些快乐 彰化县各社区大学 于99年度开设课程 共1260门 提供24673人次民众学习平台 总计合发于61680个学分 对于终身学习活动的推展功不可没 经过层层严格访试 辅导评鉴过程 经由单位也于竹梦游品 幸福终身活动中 获得最高的荣誉与肯定 公益频道许维珍 彰化采访报导